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有一款国人自制的游戏 能够上架到PS4的这个平台 在十几年前的这个2D版 一直到现在变成3D版 那个画面的进化了非常多 大家在玩这个三国战记的时候 一开始的开场动画呢 你就会看到早期那个时候 2D的时候的画面 然后最后变成了3D之后的这种感动 这一次的三国战记的3D的版本 它也增加了一个就是 你使用的武将角色呢 它也有这个所谓的 加入了成长的要素 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战斗的系统 这个战斗的系统里面呢 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 狂斩啦 爆气啦 还有很多奥运招啦 玩起来更灵活 那当然跟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的2D的版本 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那三国战记这款游戏的美术呢 我给它的分数非常高 看得到我们其实 不管是城市人员 或者是美术人员 甚至是这个游戏本身的 企划人员 甚至是制作人呢 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巧思 在这个游戏里面 那三国战记我体验后的结果呢 我发现到有一款 我自己非常热爱的游戏 我相信很多网友也知道 就是暗黑破坏神 那在三国战记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 暗黑破坏神里面 游戏里面的优点 其实在连线 一起合作破关的过程当中 你面对各种不同的魔王的时候 它可以让玩家的打法 更有层次 同时呢 每一个玩家朋友呢 必须要更有策略的 想办法占不同的位置 用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或者是防守 那国人自治的游戏 已经进化到三国战记这个阶段 它不需要是这个PS4的月费的会员 你就可以免费的下载来游玩 那我除了感动之外呢 我在这边也要跟所有的网友们 跟所有的朋友们介绍这款游戏 因为呢这个是结合了我们本土台湾 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 然后大家努力的成果 那我希望所有的网友们 下载这款游戏来玩的时候 要多多的给予我们本土的厂商 多一点鼓励 第二次鼓励 大本土的鼓励 是 啊